第167集 恭喜 恭喜 恭喜你被录取了 恭喜你被录取了 恭喜你终于把这么大的单子弹下来了 恭喜你终于把这么大的单子弹下来了 恭喜恭喜 祝福你们白头到老 早生贵子 和和美美 恭喜恭喜 祝福你们白头到老 早生贵子 和和美美 恭喜你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 相信你的加入会使我们公司更上一层楼 恭喜你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 相信你的加入会使我们公司更上一层楼 恭喜恭喜 黄天不负有心人 你终于考上理想的大学了 恭喜恭喜 黄天不负有心人 你终于 领导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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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咯 他对老板总是表现得很恭敬 对工作认真负负责 老板对他很满意 他对老板 他对老板总是表现得很恭敬 对工作认真负责 老板对他很满意 无论是在家里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他对长辈都是恭恭敬敬的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他对长辈都是恭恭敬敬的 巩固 马上就要进行七中考试了 我们要把所学过的内容 都复习巩固一下 马上就要进行七中考试了 我们要把所学过的内容 都复习巩固一下 我把你的职位提升上来 就是为了巩固 我现在总经理的位置 你要好好辅助我 我把你的职位提升上来 就是为了巩固我现在总经理的位置 你要好好辅助我 只有不断地学习和锻炼 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职业能力 只有不断地学习 只有不断地学习和锻炼 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职业能力 共计 这个月的水费和电费 共计638元 这个月的水费 这个月的水费 这个月的水费和电费 共计638元 我和我朋友去泰国度假 往返的机票钱 共计是8000元 我和我朋友去泰国度假 我和我朋友去泰国度假 往返的机票钱 共计是8000元 这次我们公司的善款 共计是5万元 全部捐给了福利院 这次我们公司的善款 共计是5万元 全部捐给了福利院 共同 共同 唱歌是我们全家的 共同爱好 唱歌是我们全家的 共同爱好 房子和车子都是我们 夫妻的共同财产 房子和车子都是我们 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感觉我和你越来越没有 共同语言了 要不咱就好聚好散吧 我感觉我和你越来越没有 共同语言了 要不咱就好聚好散吧 我们共同的目标 就是努力为公司创造业绩 争取早日成为上市公司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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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爱情故事引起了许多人强烈的共鸣 这个爱情故事引起了许多人强烈的共鸣 他写的这篇文章 引起了很多中年人的共鸣 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他写的这篇文章 引起了很多中年人的共鸣 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他说的那一句 人生不过几十年 活在当下最重要 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他说的那一句 人生不过几十年 活在当下最重要 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同甘共苦 同甘共苦 感谢你 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来到我的身边 和我同甘共苦 感谢你 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来到我的身边 和我同甘共苦 他公司倒闭的时候 他老婆不跟他同甘共苦 而是跟他提出离婚 他公司倒闭的时候 他老婆不跟他同甘共苦 而是跟他提出离婚 无论是快乐 还是悲伤 我都愿意 和你同甘共苦 一起分享 喜怒哀乐 无论是快乐 还是悲伤 我都愿意 和你同甘共苦 一起分享 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 如果你能够遇到一个 真心爱你 愿意与你同甘共苦的人 你要好好珍惜他 患难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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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他俩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无论未来遭受多大的困难 我都始终会陪在你的身边 我们永远患难与共 我都始终会陪在你的身边 我们永远患难与共 希望你们能够和公司患难与共 现在公司出现了经济危机 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 公司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希望你们能够和公司患难与共 现在公司出现了经济危机 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 公司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生死与共 生死与共 爷爷说 他和他老战友 曾经经历了许多生死与共的战斗 爷爷说 他和他老战友 曾经经历了许多生死与共的战斗 他曾经是我生死与共的兄弟 如今却因为金钱而背叛了我 他曾经经经历了许多生死与共的兄弟 如今却因为金钱而背叛了我 自从他的妻子得了白血病 他都不曾经经历了许多生死与共 他说过 他这一辈子就和妻子生死与共 自从他的妻子得了白血病 他都不曾离开过 他这一辈子就和妻子生死与共 共平 共平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 挂绿荔枝被列为朝廷共平 在古代 人们会向朝廷 敬供珍贵的贡品 表示对朝廷的恭敬和服从 共平 我买了一些水果和鲜花 作为共平去庙里拜佛 我买了一些水果和鲜花 我买了一些水果和鲜花 作为共平去庙里拜佛 奶奶说 共平要祭拜以后才可以吃 奶奶说 共平要祭拜以后才可以吃 可可可可可更是 我买了一些水果和鲜花 因为大时还可以吃 在土地上 吃绿荔筋